委員,我姓楊,我代表R04結衣用地的住戶 再次重申我們反對獨根的立場 那我們理由有三點 第一點,這些住戶在這邊住了大概三十幾年 他們不是投資客,這些是他們的家 你今天把它拆掉,那他們要去住哪邊? 你就算給他們補償金,他們也買不起台北市的房子 那你要他們離鄉背景要去哪邊呢? 第二點,剛剛聽到報告說 R03、R04、R05各個車站的間距大概六百多公尺 那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忠孝新生到忠孝復興是1.1公里 忠孝復興到忠孝敦化大概有八百公尺 可是在使用率來講 你新開的R04、R05、R03這些車站 它的使用率能不能跟這些忠孝新生、忠孝復興、忠孝敦化這些大站來相比 那你去開這兩個R04跟R03車站的必要性是什麼? 那最後一點就是比例原則 你今天開這些車站 你可能可以帶動地區的經濟繁榮 但是你犧牲要是這些住戶的財產權 甚至是生存權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好,謝謝 謝謝